球場上奮力奔跑踢球 儘管飄著西雨 雲層偏厚 還是要大展許久未動的身手 就是因為北部氣溫回升到14度 到了週五 還會更熱 相當的雙毛外套終於可以脫掉了 跟寒橋說拜拜 9號各地氣溫將回升5度 但好景不長 但到了週六除了得穿回原本的厚重外套 甚至還得多加一件衣服 甚至再拿出暖暖包浴寒 因為各地區也要掉到10度以下 封面南下寒流接著報導 週六入夜後到週日一整天 中部以北將只剩9度 南部12度 而到了週一又要面臨極度低溫 北部7度 中部也只剩8度 南部和東部則是11度 好消息是這波冷空氣屬於乾冷性質 降雨偏少 感受相對舒適 它的屬性是比較偏乾冷的形態 所以變成日夜溫差會比較大 早晚的溫度會比較偏低 大多會是以多雲 然後有時候是放晴為助 然後寒流來得快 去得也快 13號白天溫度將一路回升 各地陽光露臉 一直到農曆年初一之前 全台高溫都渴望站回20度 冬天尾巴乾冷的時候 有時候春天的群起出現 但是一下打回來 過年天氣應該是偏暖的 應該都有機會至少15到20多度 過年將迎來適合初遙的好天氣 但看看這一週內變冷又變熱 溫差將近10度 變成林務必適時添加一霧 以免著涼 鍵盤界人王富民 太陽報導 由你的 度數 看到 最後